在诸多影视剧中 除缺少年之外 还有一种角色类型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这一角色类型被称为老干部 多数指三观正直 刚毅 一本正经的人物设定 比起少年角色的青春气息 更有一种千华进退后的成熟感 许多男演员随着年龄增长 并开始尝试这一角色类型 但或许在形象 气质和演技的不同之外 并产生一系列的筛选和竞争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 也在观众心目中产生一个排名 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些老干部们的演技吧 一 胡歌 县伟大院饰演梅小哥 这部剧是胡歌继狼牙榜之后 又一次与郑武阳光合作出演的 一部影视剧 这部剧讲述了梅小哥上任 光明线县长后 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高超的双伤 不仅解决了施政过程中的矛盾 又通过和整个县委班子的领导之下 成功实现了光明线脱贫之父 胡歌在剧中便饰演 这位新上任的县长梅小哥 在这样的人设和剧情下 自然成了老干部这个类型 这一角色类型 却是胡歌第一次尝试 回顾他的演员生涯 多数都是以少年气著称 近几年里 作品的数量不多 质量也不算数一数二 所以除了狼牙榜之后 他的演绎道路似乎迈下脚步 况且与其他同龄段 青年男演员相比 他似乎离国民好演员有一段距离 如今观众的口味 从之前的狼才女貌 转变为接地气 写实性质的影视剧作品 所以胡歌的尝试是特别明智的 这部剧在开机之后 便引来许多粉丝 和喜爱看电视剧的观众们关注 在得知胡歌出演的角色以后 更是期待不已 本月初 一组线尾大院的路透曝光 见胡歌身穿蓝色条围上衣 配卡结色裤子 整个人便已有了一种干部旗帜 期待他这次的尝试 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近东 温暖的味道饰演孙光明 接地气才更加真实 温暖的味道是2021年上映的剧 剧中近东饰演村干部孙光明 这部剧被认定现实主义田园剧 该剧摆脱了乡村题材影视剧 一贯的人物造型 结合当下时代农村人民生活的真实场景 给观众展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乡村 孙光明本是一位报社的领导 想要号召下乡 担任石沟村干部一职 孙光明在就职过程中 接连发生了种种糗事 却因他良好的应变能力 而将这些琐事一一化解 整部剧的剧情紧凑 让观众感受到贴近真实的乡村生活 晋东出演的孙光明为何深入人心 其一是他的人品 孙光明出道石沟村时 他老干部的形象便让观众尤为深刻 无论面对谁都是一副端着的样子 可正因为如此 孙光明这个角色才会接地气 随着各种事件出现 孙光明从一开始端着架子 到走出这个模式 用另一种眼光审视自己身上的不足 并立即改变 从不完美到逐渐完美的转变 通过处理一件件事 慢慢呈现在观众眼前 犹如现实生活中人的成长 所以观众们对孙光明很容易共情起来 其次是孙光明的能力 他原先的职位 是西海市著名纸媒的副主编 工作问题上他丝毫不含糊 再则他的眼光独到 并没有掺杂个人因素 而观众心目中的好领导便是如此 晋东的形象斯文儒雅 之前所演的角色多数为霸总 知识分子等 而这部温暖的味道 让晋东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如此接地气又走心的形象 还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也正因为如此 晋东的老干部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黄轩 山海琴饰演马德福 将角色赋予灵魂 同样为脱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 山海琴 上映之前十分较作 豆瓣评分获得9.1分的好成绩 演技成了这部剧讨论最多的热词 黄轩在剧中饰演马德福 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角色 马德福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 后来从农校毕业后 就被分配到吊庄移民区工作 出到移民区 便接到一个棘手的伙 与领导配合 将从吊庄跑回去永泉村的 7户人家找回来 吊庄这个地方 刚开始建设 比起已经很贫困的永泉村来说 生活环境更差 正因如此 让吊庄移民区快速脱贫 成了重中之重 马德福便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 告诉永泉村村民 吊庄移民区的未来是赛上江南 虽然现在日子过得辛苦 但未来的生活 肯定比在永泉村更好 只是这样的话 并不能打动村民 大家都对这个未来 不抱有太大希望 所以马德福的思想工作 便屡屡碰壁 正因如此 马德福便有了外出进修的心思 外出进修之后 再次回来的马德福 明显成熟稳重许多 同时移民出来的村民们 也遇到了没有电的问题 通过无数拜法 四处求人 马德福终于解决了村民的问题 但又遇到洪水的问题 身处戈壁的移民区急需水源 马德福依然将这件事 视为心头大事 日夜奔波 终于让村民们用上了水 要知道 在一处贫瘠之地 想要生存并且发展 是难上加拿 但是马德福 他凭着自己心中的信念和热情 将一个个难题攻克 只是为了人民服务 为了村子更好的发展 改于碰硬 不畏强权 才是一名连史的责任和使命 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庄庄渐渐的世界中 有马德福的成长 这位老干部的形象 便留在了观众心中 黄轩凭这个角色成功转型 文艺之外 更添一丝正直的面貌 马德福这位盖时事 为民造福的村官 被黄轩给养活了 黄轩的演艺生涯中 有不少类似的角色 他不同于其他同类型演员 他的演艺是有灵魂的 四 罗进 江山如此多娇 饰演蒲全生 扶贫才是主线 江山如此多娇 不仅是一部扶贫剧 更是一部主旋律任务剧 该剧重点展现扶贫过程 欧哥在扶贫任务中 无私奉献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 这些类型的剧播出 让观众对国家扶贫事业的关注 进而推动国民的帮扶热情 罗进在剧中所饰演的扑权生 被网友们戏称为邻家干部 拥有理想主义的扑扶生 血液中流动着为人民服务 让国家更好的热情 为扶贫做出贡献 真的非常伟大 这部剧中没有较多的情感戏 作为以扶贫为基调的剧 感情戏相对比较多余 而演员罗进在这部剧中 为了更深入地体会 身为一名扶贫贡献力量的村官 自发地体验农村生活 来感悟觉得心境 正因如此 才会将一个实实在在的村官呈现在观众眼前 相较之下 如近东之流的儒雅型村官已不再是主流 只有贴近真实的角色才会被大众记在心里 才会认可角色背后的演员 五 王志文 风雨宋春归饰演赵达生 风雨宋春归围绕着赵达生和于仲军两个老战友展开剧情 这部剧 不论是从剧情还是演员班底来看 完全不输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反腐剧佳作 通过不一样的视角 讲述了我国的反腐决心 而老戏古王志文精湛的演技 便是该剧的看点之一 风雨宋春归有小说改编 却非常贴合如今国内主旋律 剧中王志文饰演纪检干部赵达生 在反腐一线与腐败分子勇敢较量 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演员王志文老练的演技 更是让观众更为直观地体会这部剧的内核 但是这部剧积压五年之久 现在大剧已提上开播日程 同样是线礼片 实属令人十分期待 看了这么多老干部形象的演员及电视剧 其实演技排名的前后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见解 只不过有了这些演员踏实的演技 才有多部优秀的好作品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他们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这样的老干部已成为影视剧主流角色类型之一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演员的形象适合饰演老干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